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光臨眾品味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甜點 它的名字叫蘿果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點贊,轉發,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哦 我們用450克普通麵粉 再加50克全麥麵粉 加半小勺小蘇打 半大勺泡打粉 攪拌均勻 先倒入半杯食用油 100克融化的黃油 打入一個雞蛋 另一個雞蛋 只用它的蛋清部分 蛋黃放到碗裡備用 加120克白糖 根據個人的口味 可以增加或者減少 充分攪拌均勻 筛入麵粉 麵粉也可以不過筛 過筛的效果更好一些 像這樣攪拌均勻 像這樣攪拌一下 把它和成麵團 攪拌成這樣 然後上手抓捏成團 放到岸板上 稍微整理成方形 先用擀麵杖 拍打拍打麵團 再把麵團擀扁 厚度大約是一厘米 一邊擀一邊把它整理成長方形 把烤盤上鋪一張烘焙紙 現在把它切成長方形的小塊 大約是兩厘米寬 三厘米長 蓋上保鮮膜 讓其醒發二十分鐘 醒發好了 現在把它刷上一層蛋黃液 再撒一層芝麻 白芝麻或者黑芝麻 擺放到烤盤上 把烤箱預熱到350華氏度 放入烤箱 烤大約二十五分鐘 二十五分鐘了 烤好了 你看多漂亮 滿屋飄香 好多年沒有吃過這個甜點了 它喚起了兒時美好的記憶 好嘗一塊 怎麼樣 嗯好酥好香啊 再吃一塊 好 謝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